第二场比赛是由主队的慕子对阵课队的卢高阳 而身着红色运动活的正在发球的 这是卢高阳的慕子 这次发球失误 0比1 卢高阳得分 0比1 白短 慕子反手回去失误 2比0 这次发球的质量很好 因为对方发的比较高 这处理起来会有好多种方式可以选择 拉一下 2比2 2比2 今天竞强体育馆内有好多是可能来自湖北 来自武汉的就是武汉安心百分百序的中心的英国 这个发一队的主场俨然变成了客队的主场 2比4 牧子得分 2比4 2比4 刘高阳呢也是出生于1996年的6月 也比较年轻的队员了 左手横盘 两面反将 这是大学线 建筑上的变化 是牧子变长莫及 现在比分变化了3比4 刘高阳呢也是2014年 这个清澳会的这里担了冠军 5比4 牧子还领先一分 那激发就抢攻一半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5比5平 反手摆短 转到正处进攻 侧身抢了 侧身上手 牧子这一球打得很清楚 效果也不错 6比5 瞅准机会侧身抢了 帅先上手 别分了 白段 6比6平 加油 加油 立帅 天方阘十五 天方阘十五 刘光 editors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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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单打呢 双方的这个实力实力时间的对比啊 还不像第一场个人实力相差这么大 相对要更接近一些 牧子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呢 也不会成为一天岛的这个局面 所以对罗光阳来说还是有所期待的 10比6 现在牧子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连续 正手的两板进攻 再往上垫了一下局面 10比7 刘芳得分10比7 有一个长的 10比8 换发球 8比10 这是这一分啊 刘高阳倒是咬得十分蛮强 把一个短的 适应的上次就感觉到要正手 我成功 十一 那是多分 十一比半 那么牧子拿下了第一局 今天要來為莫子加油 莫子加油 莫子加油 莫子 謝謝大家 這邊的朋友現在狀態很好 我希望對邊的朋友同樣保持熱情 好吧 都很期待 財平 通關卡 第二局双方交换了场地 现在我们从画面上看 身着蓝色运动服正在发球的 这是武汉安心百分百的刘高阳 在主场上装的墓石是身着红色运动服 刘高阳刷身对方1比0 一比0 一比0 四八素十五 二比2片 分手 三比了 三比了 白短 但是刘江摄身 是刘江是拉起来 这个球呢 似乎 将将出台 不太好了 虽然 虽然比较高 左手侧身抢拉 有一点追身 还是有点别扭 出界了 莫子率先上手 好的 还有 这场连续的进攻 连续三大板 将出打死 刘高阳得分3比4 好了 白短 这场连续两张无比赛 白短 这球比较转 也不然呢 也没有吃转 像这种球呢 嗯 有可能拉起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的 5比5平 那球现在将出比分最长的5比5平 白短 两个互放短球 高破发球 7比5 8比6 10倍 8厘 2 10厘 5 9厘 6 1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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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7比6刘光阳还领先一份 白短 报酬好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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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的比赛现在是打成了西匹西平 在第一球的比赛当中呢 穆斯是以11比8获得胜利 这个球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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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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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7 穆斯还领先一分 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 穆斯现在还领先一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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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就抢了一半 起码就抢了一半 8比8比8比 我 était 好的 这时候打得漂亮 白短 互放胆球 8比10 过去年二位包阳 现在人拿到了第二次比赛的首位两个几个 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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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队请退暂停 下一分就非常关键 拿下就这边拿下 一旦下距离了 我们在第二局当中双方就回到同一期黄线 对刘光阳来说就会选得非常困难 要不要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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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比十 现在穆斯还落后两分 在前两次的比赛当中 双方以11比8 9比11 战场1比1点 比较多了 无论 比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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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多的 比较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曲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由阿里体育和优负体育为您带来的二轮衣乐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十二轮八一队在主场迎战武汉安心百分百的俱乐部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今天比赛第二场是由八一队的末水贴胜武汉队的刘高阳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局 木子暂时是以一比零领先 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的双方是以十一比八九比十一打成一比一平 切发球抢拉一板就知道拉得非常漂亮 第三局现在目前双方战成了一比一 木子也计划是想拉一板或是对他之间十一比 还有第一 对刘高阳切实 小队员 这个单打的实力不错 很辛苦 木子要吃他也有点吃力 打得非常艰苦 二比二 虽然木子的经验更为老到一些比赛的这个 所以心力的要更多一些 因为打他不容易 不轻松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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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去打了 我切发球的质量很高 为下一板的进攻 这个赢得了机会 奠定了基础 切发球质量很高 或是木子回锅球比较高 那么正手抢拉一板 刘高阳又是反手 这个球正好是侧身拉一板 正好在这个 取敌当过 三比四 三比四 反手 四比四 加上 比六 好 大家的 小你 这是 你 可以 知道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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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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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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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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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